这个歌比较古典 我一直没有唱这样的歌 所以我说 这不太像我的味道吧 然后呢 我本来是说no 然后我给妈妈听 妈妈说 她说当然要唱这首歌啊 录制前呢 李安导演就有打一通电话来 她说Coco我知道你很R&B的 可是这首歌千万不要R&B 大家好我是Coco日本 我真欢迎大家见面 我说对吗 进入演艺圈 李文一直在调试自己 本名叫做李美玲 当初为了挑艺名 可是煞费苦心 我们要挑选艺名的时候呢 有好几个 李慧红 冰淇淋 他有冰淇淋 对 真的很多很特别 很搞笑的名字 那最后就是挑选了李文 我觉得还 Lucky I picked这个名字 因为签名的时候很快 从刚出道的照片 看得出来李文还有些婴儿肥 为了让自己上镜更好 看他尽力节食 我也是食量惊人的 我可以吃那个六个大的薯条 六包没问题 一次 现在应该OK不行了 对一次 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是想做一个试验 好 我想看我可以吃多少包薯条 因为我很喜欢吃薯条 好吧 叫了六大包 我吃了五个半 我记得我刚刚从三藩四到香港 就是新秀歌唱比赛的时候 我真的是里面比较胖的一个女生 真的 然后我坐那个地铁 就觉得我怎么是最胖的一个 恒星加上毅力 李文了解自己的优缺点 并持续改进 在演艺圈也越来越要远 1996年Coco里文专辑成了年度最佳专辑 到了1998年专辑大卖180万张 成为1998年全亚洲最畅销大碟 是你的这个总监 因为他听过很多歌手的声音 在studio唱的时候 他也在配唱跟我一起配唱 然后他就很夸奖我 说一些非常鼓励的话 他也有鼓励我 我应该往国际发展 不过进军国际时 一切得重新来过 李文也把自己当成新人在经营 去一些电台 某一些的主持人 他们是资料看都没看过 然后就说你是二胡的 还是哪个古代的什么乐器 古琛的 琵琶的什么的 我说不是 我是个pop singer 我是pop singer 然后他们是整个很惊讶 唱啊 唱有点 所以我就马上唱 我就不害羞 我就马上唱 就是这种拼劲 2001年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演唱卧虎藏龙主题曲 一鸣惊人 其实李文差点与这首歌擦肩而过 我会觉得这个歌的style不太像 因为以前都是比较hip hop 或者R&B 就比较外国味一点 这个歌比较古典 我一直没有唱这样的歌 所以我说这不太像我的味道吧 然后呢 我本来是说no 然后我给妈妈听 妈妈说 她说当然要唱这首歌啊 录之前呢 李安导演就有打一通电话来 她说Coco我知道你很R&B的 可是这首歌千万不要R&B 对 有了李安的指导 加上妈妈的支持 李文登上奥斯卡舞台 然而也因为重视家人 在耶诞节期间为了跟家人相聚 放弃录奥运主题曲中文版的机会 完全就是圣诞节的那一天 然后接到电话 那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当天就飞回去 最后来就没有唱到中文版的部分了 我觉得也好啊 就是 因为这首歌没有属于谁 我觉得越多人唱也越好 因为大家都应该来支持奥运的 天年李文推出全新单曲 在唱江上 心境上都有转变 其实就是 when you have real love right true love 就是在most simple 简单里面也会找到幸福 现在的我 我觉得我追求是同样 我追求就是 希望是开心 是幸福 觉得是 所以很简单的东西 我都觉得很幸福 出道14年 李文早就奠定天后地位 如今的他更懂得调整脚步 找寻自己要的生活品质 他自己从来没看过父亲 因为他还没出生 父亲就过世了 从小靠着当外科医师的母亲 抚养长大 上头还有两个非常疼爱他的姐姐 李文说他会走唱歌的路 是因为从小看两位姐姐唱歌 他就在旁边偷学 后来因为常听R&B 也就很会诠释这种唱腔跟曲调 演唱的功力还让黑人同学非常佩服呢 原本一时母亲是反对李文踏进演艺圈的 但一两位漂亮的姐姐过去也都有机会 都被母亲给阻挡了 这回小妹勇夺歌唱大奖 说什么也要让小妹圆了明星梦 于是两位姐姐联合劝服母亲 才有今天科弹上的李文 但谁想象得到 李文其实从五岁开始就立志要当医生 因为她以母亲为榜样 那这辈子还有可能当医生吗 李文可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记者李育之王伟健带您认识 这位医师母亲培养出来的李文 她的成长故事 小时候的李文长得圆滚滚的 相当可爱 其实李文出生前 父亲就过世了 妈妈独自抚养小孩长大 而为了给小孩更好的成长环境 十岁全家移民美国 会踏进歌坛完全是个美丽的意外 其实从小李文的志愿就是当医师 我五岁的时候就是要做医生 我非常的 五岁你就知道我要当医生 而且因为我五岁就知道 我永远都记得 五岁之后 I want to be a doctor 因为我妈妈是医生 所以从小就是在那种环境 妈妈常会教我们很多医学上的一些知识 那所以我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 非常有兴趣 因为要当医师 李文很认真念书 学生时期的李文成绩优异 如果你要做医生的话 你的成绩要非常好 是从这个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到大学 所以我是一直就是要功课要非常好的那种学生 因为我知道你要把你的目标达成 你就一定要现在就开始 对 妈妈是为外科医师也钻研针灸 李文相当崇拜妈妈 十岁的时候李文生病了 美国的医师束手无策 病最后是妈妈医好的 我妈妈就帮我按摩嘛 他们说你不能碰 你碰了什么有什么后果呢 我们不负责 我妈妈说没问题 她来负责 然后妈妈就把我带走了 然后呢 在家里我记得她 你知道戳这里 用那个 那个针灸的针 对啊 很痛啊 还初学这样子 吃中药 然后给我针灸 这个是我医生第一次要这样子 然后以后都没有了 就是要戳手指 然后这三天好了 因为想当医师 所以就算当了歌手 成绩很耀眼 李文还是在1996年 回到美国念大学 想抄医科目标迈进 在念书过程中 发现自己对唱歌的热爱 我觉得我整个心态变了 很难 其实你已经离开了两年 你整个人的那种习惯性 就是在学校啊 做报告 已经哇 有点不习惯了 进不下来了 就是比较慢 你学习那种的 那一方面 比较慢一些些 比人家慢一些 所以我就觉得 哇 真的很辛苦 你觉得你准备好 你就回来 所以我就觉得 哇 这个老师真的很有赛事 所以我就 他把我讲通了 我就concentrate 就努力把 就是把我的事业把做好 所以你现在 还会有这个梦想吗 现在比较难一些 难一些 可是很说不定 这回更加坚定 歌手的路 也获得妈妈与姐姐的 全力支持 你绝有这不见的爱情感 你爱是我 心中一霜无心之伴 李文的两个姐姐 全力支持妹妹的演艺事业 我们三个女孩子 都是那种 互相照顾 互相体贴 然后互相保护 我两个姐姐 非常照顾我 非常非常照顾我 我记得 我是新人的时候 没什么钱 那时候没有办法 买那个衣服 我二姐把她的薪水 都全部用来买衣服 给我穿的 姐姐全力相挺 也希望妹妹完成 自己未果的明星梦 一位姐姐们 长得都很漂亮 非常会唱歌 也都曾有唱片公司 想要跟两位姐姐签约 最后都因为妈妈反对而作罢 最后到了李文要签约时 妈妈决定不再反对 歌坛才有李文 妈妈是超严格的那种 两个姐姐唱歌比赛冠军 然后都有唱片公司合约 妈妈说不可以 就是你疯了 不可以 就是你要进去大学 然后就是要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所以就是不让她们 可是就是大姐这样子 然后就二姐这样子轮到我 怎么就是妈妈觉得好像是天意 我们家的女儿都这样子 我妈妈觉得是天意 好像在天在跟她说 其实你的女儿是适合做最好的 然后我妈妈就好吧 就给我尝试一下 李文这么会唱歌 其实也跟姐姐有关 小时候看姐姐唱歌 自己也偷偷练习 让她练就一声好功夫 高中时期偶然一次的表演机会 她的歌声让人惊艳 我唱的歌是Witney Houston的《Run to You》 是 这是黑人的歌曲 唱完之后呢 我记得很多的同学们就站起来 哇 太好了 然后之后我去洗手间 女生洗手间呢 我记得有好几个黑人同学进来 在说 What's up 姐姐 就变成这样 就好像我被她们一个拥抱着 你知道吗 就好像她们embrace我 就是我是一个华人 可是接受我唱她们的音乐 I want to run to you I want to run to you Tell me will you stay Or will you run away